要问各国的总统和第一夫人中哪一对才是最特别的,可能小伙伴们都会一致的认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 这对总统恩爱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夫妻最特殊的地方其实就在于,法国第一夫人大了丈夫马克龙24岁,马克龙的妈妈也仅仅是大了妻子3岁,布利吉特的女儿也就是马克龙的妓女。 曾经科学马克龙的同班同学,年纪也相当,同班同学成为了自己的妓妇,这样的事情常人估计想都不敢想。 但他们却如同电影伴在上演,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中相差24岁的爱情,难免都会受到别人的非议,这样的爱情不管放在谁身上,亲、疼好友甚至是陌生人都会很难接受吧,很多人难以接受。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怕两人的恋情只是一时冲动,毕竟马克龙喜欢上布利吉特的时候才17岁,两人苦恋多年。 终于在马克龙龙30岁的时候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时候的布利吉特已经54岁了。 马克龙是被布利吉特的才华所深深吸引,婚后的他对对这位大自己24岁的妻子更是百般宠爱。 并且布利吉特在马克龙的心里早就有着不可待弃的地位。 马克龙曾经说过,没有布利吉特就没有他的今天,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 又,马克龙和妻子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一直以来在人,我们的印象中可都是这样的。 两人总是形影不离的样子,又马克龙的地方,总是能看到法国第一夫人的身影。 不过近日65岁的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却肚子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65岁的法国第一夫人独自出席了慈善足球赛,还获赠了马克龙学号球衣,虽然没有马克龙的陪伴,但是65岁的夫人看上去一点都不见场,和球迷们们亲切和饮热聊,全程都展现出迷人的笑容。 65岁的年纪还能如此的有精神,估计夫人和马克龙在战十年估计都不成问题。 你觉得呢? 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 左,对于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其实我最佩服的就是她的这种精气神。 65岁的年纪要放在常人身上,或许很多都是忙着在家替儿女带孩子,在国内估计早就成了广场舞大妈了吧。 但是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65岁的她看上去却有着40岁的心,每天都和丈夫马克龙在为国家事务奔波忙碌着,从来都不服老。 当然她每天看上去那么精神,其实和她平常时尚前卫的穿着打发也是分不开的。 你看她当天她那干练的小西服,一眼看上去就显得非常有精神。 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中。 不过对于65岁法国第一夫人布利吉特,相信在很多小伙伴的心中她都是高额女神的形象吧? 小伙伴们平常应该都注意到了,每一次夫人和马克龙同时亮相的时候,其实很少能看到夫人的笑容。 很多时候夫人都是拉着个脸,衣服很柯冷的样子,看不到夫人的笑容。 估计马克龙才是最心疼的吧? 乐观的夫人总是一副很高冷的样子其实是有原因的。 你们看看65岁法国第一夫人当天的笑容照。 不少网友还纷纷表示道,终于看不到夫人高冷的霸道脸了。 夫人一笑起来,虽然羊看起来不错,但是松弛的皮肤笑起来的时候,却让脸上的皱纹变得格外的醒目。 高清镜头下简直就是一副老态,夫人不笑的时候,脸上的皱纹看起来相对要上很多,在发型的影趁下看起来也不会那么明显。 所以和马克龙站一起的时候,24岁的年龄差,看起来才会没那么大,但冷的后面可都是夫人对丈夫马克龙满满的爱。 你觉得呢?给小编家个关注,评论时说说你的看法吧。